桃園市中立区某社区出入口被画上了白线、红线以及网状线相互交叠 让民众看的是姆萨萨、市议员谢美英就到现场会刊 执意这样的画法不合乎常规,要求交通局检讨改进 看到了,这个是白线,中间交叉的是黄线 这边还有红线,所以一条、两条、三条、三条线 桃園市议员谢美英接获民众陈勤 在自己社区地下停车场入口处近来被画上了红线、白线以及网状线 让民众无所适从,不知道是新的规范还是画错了没有图销 谢美英说,交通局近来为了解决各地交通瓶颈 想方设法提出新的措施,利益虽好 但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度是否能够一目了然,才能减少新车的困扰 要以用路人能够一目了然为主 而不是我看到了,我还要思考这是什么意思 而且现在看到地面上这么纷乱 不觉得这不是一个进步的城市或是直辖是应该要有的现况吗 其实附近民众也纳闷许久 认为三种线交织不合乎常规,应该要更简单化 陶淫市交通局最近才在中立交流道 以彩色指引标线分流车潮,减少汽机车交错发生的危险 不过新的标线标志应该更合乎逻辑 让驾驶目测就能遵循 不会产生疑虑或犹豫 才是解决交通瓶颈的好方法